在座谈会上,永和区长陈怡君就三年来永和区施政成果进行简报 报告推动永和为一位重镇,并且征设公共托育托老中心 青年住宅,营造市制友善社区,开设新北市规模最大的市民成长班等等 让市民福祉再升级 而会中里长也提出了多项新的提案 包括污水下水道施作,地下道封存转型致洪池 其中秀河里孙河念里长提到国中路的电感地下化骑程 金发局一开始回答需要5到7年才能完成,让他很难接受 那总不能三支的电缆线而已,要拖头要7年 那你说我听得进去吗? 那7年,今年要拖到选举 4年后还轮不到 不会啦,今天金发局会到一期 所以我说,我第一个我先感谢我们的市长 本来这种东西就一年半载,两年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5年7年 侯仪市长听到以后也觉得不可思议 表示在都会区人形密集的地方 这些公共设施都要尽快处理 要和台电表达是否积极处理的态度 随后新北市公务局长也表达愿意协助金发局和台电沟通 让地下化工程能够在两年内完工 越都会形态,人口越稠密的地方 人形步道越密集的地方 那个电线桿地下化,那个赶快先做 不要排到一百之三 你这个好好给他说一下 你也有出钱 好,好不好 你如果今年能够做今年 如果真的不能做,你不能拖到明年 因为它这个电线必须化最重要的是 它变电设备要找到 那我看这个案子变电设备的位置 21号也同意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公务局 我们来协调台电来加速 来这个作为的一个程序 看是不是尽快 那个台电可不尽快在这两年之后 我们公务局来投入 侯友宜表示 从108年启动行动治理模式以后 之前已经办理了137场座谈会 里长们总共反映了2475案 已经解决掉2283案 而各局处和公所透过会刊 成立专案 以及亲自向里长说明 最新办理进度的方式 快速解决市民问题 也非常感谢里长反映地方大小事 让市府把市政做得更好 记者赵世渊永和采访报道